嘿大家 所以現在是Fitting完我回到家 我覺得剛才Fitting太 就是時間比較緊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好好講 我還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剛才Fitting上面 我覺得感受很多的地方 就是其實因為我是想要買行車 然後朋友建議說 欸你可以去Fitting 然後剛好一個機會下去找Oliver 其實我騎車的時候會有幾個問題 就是我左腳踩久的時候 其實會麻 然後左手握的時候 握久其實也會麻 對其實都騙在左半部 然後加上坐墊其實有時候會蠻壓迫的 其實以前我右腳骨折過 所以我想說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然後重心習慣都在左邊 右腳腳往那邊這樣 然後右腳腳往外面 然後我要矯正姿勢 然後有外套 這個外側其實有點風險這樣 就是他這邊蠻快出現的 對啊 很可能你的壓迫不舒服是在這邊 沒關係 左腳的圖比較高有沒有 左腳有在出力 出力的不是太有效率 他有 他有一部分是壓在 壓在你會麻的地方 他如果出力在大門子 力量可能要測不上去 但如果壓力是在外側 出力則會讓你壓力更大 然後這樣你就讓它廢掉了 就是讓 有點讓它廢掉 對 對 就讓你的 可能更容易拆到吧 現在調整了什麼 我這種扣片 我把扣片位置 我把鞋子往外移一點點 然後有點外拔一點點 所以肌肉會變得很高 欸 他現在其實膝蓋就是覺得有點軟 那你只是改扣片位 他膝蓋就可以變 對 所以我通常都會動他的 比較弱的那邊 然後 先讓他體鞋變強 但是我覺得 右邊現在 左邊現在有比較接近 有比較夾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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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摔是怎樣摔 有一台卡車進河壁 然後他突然煞車 然後我剛才沒有要遇到 上卡就請河壁的女子 真勇敢 這樣是會麻的 嗯 然後這樣是比較混蛋 可是差不多會是有點中間偏那樣 右腳比較 比較想要外移或是太偏離去 所以他現在就在調扣片 完全看到出來 好啦 專業的Oliver 總之扣片不是三顆螺絲 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對阿 你有前後 你有左右 然後你可以旋轉 跟你的腳方向相反 就往這邊轉的時候 鞋子是往另外一邊轉 比較簡單的方式是 你就放在邊邊這樣 就是有點外巴這樣 如果你放上去是這樣 表示 你彈就會內巴 好 好 維持一分鐘 好 左邊的頭 上面那邊都會 覺得壓到 這個 往後移一下 你把腳往後移一下 你下次可以試試看就是先 先轉這個 然後再轉這個這樣 左邊都比較容易這樣 我現在還是覺得你的 滑圈圈畫的很大圈 對 這有一個腳踝的範圍 它就是說 腳踝的最小角度跟最大角度 你在踩的時候 它不是一針減嗎 對 這樣是最小 然後這樣最大 對 我們不希望它活動太多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讓它畫小圈 一點點 調整趨餅 趨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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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 嚇不고요 所以 趨餅 好 spl 因為爬坡其實你要很快的啟動 啟動這一圈 然後如果這一個月長的話 會加油 我沒有逼他他要瘦啊 我已經吃三個月了 我從來不管他吃 看起來就是轉很快 好快很多耶 他很窮 所以等於你 你這個圈圈比較小的時候 你不用做太多太大的一個動作 好好好 真的好吐 對啊我剛才想說到底要怎麼樣轉 你們都沒有看粉絲團啊 我有看超好玩的 你的左腳的外側是不是 開始有一點點感覺 我開始流汗了 可以透過腳的穩定度更好的時候 他就不要晃那麼過來 加一點墊墊的上面 等於你鞋子會跑出來一點點 所以這個對你要做這個感動 看起來你體質要不能寫 TCR不能騎啦 我不能騎那一台很全黑很帥那一台 考慮再更小一點 手力開小 他的肩膀多少 他喔他其實差不多35左右 很小很可愛 很小 會覺得比較可以控制他 所以有力氣 看起來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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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換個顏色就是狗皮貼布 這看起來比較酷 所以你跟我講狗皮貼布 我說換個顏色就是狗皮貼布 不是嗎 然後我們要稍微考量一下 EVA他可能以後 他也會變強 他核心會變強 所以他有可能可以 這個位置變到更激 所以一定要留一點空間給他 所以他以後可以騎8公分 甚至9公分 有點難 有點難放 會出多一點力氣 嗯 嗯 撐得住的話會多一點車可以騎 撐得住 我撐得住 撐得住 你們為了要多一點車 對啊 因此從此之後 去健身房 每天都在練核心 只練核心 試試看 手在怎麼 指板外衣 指板外衣 然後編起 然後手被淋開 所以你沒放手騎車嗎 我可以 可是我不喜歡 現在這個嗎 對對對 可以啊 你現在做的事情 是阿強最常做的事情 我知道 他每次燙 怎麼了 差點被你打到 喔對不起 別換了 你愛騎 喔喔滿身汗滿身汗 對啊 戴毛巾 大家來試一條戴毛巾 對 因為剛剛那麼小的 品牌 會蠻難動的 對 哈哈 吃到 三五 三四 三四 現在三六 我覺得你用三六 然後這邊 其實稍微轉進去 一點點就夠了 不要這樣 我們女生 不太會動了 不用 你 你看 握把就是這樣 空的一根 所以 所以變速煞車 一定都是這樣鎖上去 調有點 一點點圍圍內八 這樣 現在比較想握好嗎 感覺比較貼合的 嗯 可能還想買 然後就是 一個人貼了一下 你會不會有進去 現在又有點可憐 現在又有點可憐 不要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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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亂來 亂動 亂動 剛才完成了 TT 還沒有 媽 沒有 還沒有完成 現在Oliver 要幫我量看看 我到底能不能 騎TCR呢 欸 我剛才是超過重量耶 現在Oliver在量 這個的數據 然後幫我把它打上去 就可以看我測試在能不能騎啦 可以 可以騎嗎 這是測出來的數據 我好像可以騎 但是我們可以計算 它搭配什麼龍頭 然後多少墊片 然後再加上把手的這一段 可以到這邊 其實不是 不是說什麼 你身高多少 可以對應到什麼 上晚長度啊 嗯 對啊 因為一般人的概念就是身高 然後對 對 它其實是一個排列組的啊 因為它本身車子這個就是對 小女生會稍微有點長 我是 我不是小女生吧 你是小女生啊 你說以骨架來說 我是小女生 身體稍微長一點 所以 不會太難調整 身體長 在這個時候 算是還不錯的 有優勢 有優勢 所以表示 五母聲的人 比較有機會可以騎到想騎的車 踩車 還要補到 我現在必須這位的人喔 其實就是適當的把手之後 搭配七龍跟龍頭 然後角度是負發 然後電騙高度是 三十左右 所以我已經結束了 嗯 因為你沒帶車來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從頭開始 先講TCR這樣 對 然後就是先調 接近TCR的位置 我們先用165的距離 165算是最常見 然後 好取得了 對 但是我後來發現 你還是沒辦法 所以我們就換 換160 對 調了卡鞋 調了卡鞋 我們也測試了兩個 一個是 36個38 嗯 所以我這樣算 問題很多的一個 不會啊不會啊 就是算少 算多 一般正常 正常 所以其實我 我如果 陳特的話我可以要換八手 然後區別 然後還是坐墊 龍頭 龍頭也有可能 對啊 但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就結束了 你會訓練啊 你會進步啊 對 所以你的姿勢可能可以在 現在這樣最好 但是在 一年後不是這樣最好 可以更 可以更 然後根據你的目標 這樣 有點綜合地形 然後變法國這樣 那你覺得什麼人適合BD 我們適合BD 每個人都適合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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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目標不一樣 然後 有些人就是要舒服啊 然後有些人要表現 然後有些人他就是要 一年後 一年後 好歡迎啊 就拜託我 我懂啊 好 我再問一個問題 還有 這個我超級知道 女生到底能不能騎男生的車 還是男生女騎女生款的車 都可以啊 對其實都可以 對 因為有些車友會說什麼 男生的上網比較長 比較不適合女生騎啊 等等等等 因為我想騎BD啊 然後 細分成很細 然後不同的用途 然後才可以 比較快幫你 篩選掉 你的那個範圍這樣 他不會考量到你 噢 你虛感比較長 然後 你比我長 柔軟度後面也非常好 你可以 也可以做很多 調查這樣 所以 其實男生 也可以騎男生的身體 女生也可以騎男生的身體 對啊 因為男生有些人的身材比例 其實也不要給我調查 對 然後女生也不一定 你是不是腳很長 軀幹也不是說非常非常長 跟他比起來 噢 噢 欸這這這可以拍嗎 可以拍 欸這個軀幹好 他身體好長喔 你可以把它處一下這樣子 他的軀幹是35.1 對他身體超好的欸 35.1 然後大腿 35.1 359 對 你身體好長 1.479 所以差不多48%這樣 差不多10%其實就算很長 大概48%就是超級長 他的情況他去買車的話 肯定是買到 可能會讓他不舒服的位置 因為Feeding其實就是 個人化 個人化的時候其實 不太會考慮那個平均值啦 就平均值對你那個個體來說 沒有自己太大意義 好餵 今天謝謝歐里文 不會 欸你好尷尬 你不要這麼尷尬 然後你跟你講好多 我就覺得 Feeding真的好重要 就是期待你貓屬車囉 所以 PGA 用PGA的車架這樣 騎他用車 對對對 好耶 期待我有新車 耶 謝謝歐里文 我也 掰掰 好啦掰掰 大家再見 掰掰 剛剛我在模擬車上面的時候 歐里文他做了蠻多的調整 其實我覺得印象最深刻就是 我腳麻 其實他只拿了 扣片然後去 簡單去做一些微調 其實那感覺 就是扎實性很多 他還調整了曲柄的長度 然後現在是調整到160 圈滑比較小 我身體又比較穩定 喔 然後就是因為我中心都要偏左嘛 然後他其實在扣片位置那邊再多調了 多墊兩個墊片 然後我身體的壓力 就讓左腳比較往外 然後身體壓力就不會那麼大 他換了兩個座墊 第一個座墊其實 他比較狹長 然後比較硬 我騎在握下巴的時候 其實也蠻壓迫的 對然後他換了第二個座墊之後 我覺得舒服很多 原來 屁股是有救的阿 呃 歐里文他還調整了握把 然後可是上次握把實在是太難找 最後我們就折中 挑了36 比較Hold住之外 也比較好買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妙的經驗 就是你沒有去做Fitting 你不會感覺到就是 原來自己身體的組成 可以這樣去被了解 然後可以透過一些數據分析 然後讓你去調整 讓你的身體狀況 踩踏狀況會變更好 剛剛歐里文有講一句就是 Fitting可以讓你少受一些黑網路 我也覺得TCR的那一台黑色 真的是很美 但是很多人都說 喔你是女生你應該去騎禮 就是 我就不想騎阿 你覺得他沒有那麼帥 所以今天也破解一個迷思 不是男生才可以騎男車 騎女生也可以騎男車 但是你要去看你身體的組成 適不適合去騎 那如果這種時候就是要去做Fitting阿 他後面還有依照我的數據 就是我那些騎乘的數據 然後去篩選出適合我的車 但現在就是卡在 你知道 價格 有點 有點期待 有點緊張 有點開心 只是還沒有確定要是乘車 還是要組車 總之就是 再 等看看啦 總之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啦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